精神讲究打起招呼来很有活力 那我们刚刚在谈话中间 这个漏谈的日月谈 待会我们要好好来谈谈日月谈 不过我们先回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前一段节目中我们谈到说 救国团整个的各个活动中心 13个活动中心是在亚洲 第一个通过ISO 9001的认证 那我们都知道通过ISO是一个很困难 因为他们有一大堆的 paperwork 一大堆的工作要做 那很多的检查的细项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说 写的说的做的都要一致 那我们就先请教一下 我们的总干事 先请教张总干事 就是说在ISO到你们中心去检查的时候 去那时候你还在添翔吗 你要不要说一说 检查了些什么东西 其实服务业要参加ISO认证 项目是很多的 包括从柜台的接待 还有我们一切的一些流程 包括我们的整个文书作业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的话就是到我们的餐厅的内部管理 跟我们的整个的那个采购的流程 还有我们仓储的管理等等 甚至于我们的整房的房屋 他们要按照我们的标准作业流程 就是要让我们的动作都能够一致符合我们的平常训练的标准 当然这要透过我们的内外部的审查跟随时的机核 除了要建立一些表单之外 那本身也要就是写的跟说的跟做的是要一致 我想这个通过ISO的认证 我们自己每个月都有做一些内部的机核 当然我们的认证单位也会半年或适时会来给我们做检查 所以我们随时都是要保持最佳的状况 所以他们那时候去检查的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点那时候的状况 非常严格 因为其实我们像餐厅有时候有一些流程 如果要按照这个整个采购的流程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整个山上的整个运送的这个时间 跟那个还有我们厂商送货的 可能跟一般的在大都市可能不太一样 那中间必须要去做很严格的控管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符合ISO的精神 比如说新鲜度是不是 对新鲜度 还有我们从冷冻柜拿出来的整个温度的控管 冷藏冷冻柜温度的控管 这么细 对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就是干货的部分 我们必须都要建立一些库存的档 档之类的等等的 那除了各部门都要动起来之外 不是只有我们管理干部要动起来 几乎所有的部门同仁都要动起来 好那我也来问一下日月潭 这个ISO的人去了会不会很紧张啊 其实算蛮紧张的 有点像是考试了 考试 怎么考试 来讲讲看 其实它是说把我们平常在做的一些作业 它必须要文字叙述化 把整个做一个SOP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那其实我们常常可能在说 知难行义 知难行义 常常我们知道怎么样做 可是很难去用文字去把它表述出来 那比如说以柜台接待 那当我们柜台同仁接到一通 我们旅友的一个订单的时候 他要来订房 那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平常我们可能就是 那我们就是帮他登记 登记完之后归档 归档之后就完成了 那可是在ISO的精神来讲 我们的表格怎么设计 我们的后续的流程 那如果他当天订房 有房间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订单的联系 或者是订金的联系 等等的后续的一系列的处理 都必须要在 就是在我们的标准作业书上面要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文字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以前都是好像就做就做了嘛 是的 那现在不是 现在要照表操课 是的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对对 那不能够你急性式的 要做这个就做 不做就不做 是的反而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作业流程 当在建制这个标准作业流程 是比较困难 可是当建制完成之后 其实发现我们的同仁在操作的过程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 SOP的流程来做 其实反而轻松很多了 没错 其实说不定反而更标准化了 一致的话 那我想这个对ISO最了解 就是我们的攀协力 这个我们建谈的攀协力 你要不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在整个ISO推动的精神 已经你怎么配合 OK 我想当初我们旧团的周主恩 要求我们各个活动中心 要来推动ISO的国际认证 其实大家都有点困扰 但是后来发现 主恩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想法是对的 那其实旧团本身在台湾已经有一阵子了 所以说事实上我们一些作业流程 都有一定的规范或一定的组织 那么但是13个活动中心 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整合 不应该说北部跟中部 或者是这个山上跟海边的 活动中心的服务有差异化 那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些统整方面 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 那么就像陈如主持人刚才所讲的 要缩写做要能够合一 缩写做要能够合一 然后我们要先把一些这个 而且ISO很重视的一个是记录 我们要有很多会议或很多改善要记录 第二个重点就是要改善 而且是不断地改善 品质是因为碰到客人的需求 或碰到客人一些问题 我们要随时做一些 不断地修正跟改善 我想这是ISO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个拿到认证以后 我想我们在这部分的这个品质的维持 已经学到一个know how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讲的 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好 潘杰里我问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在整个ISO的认证的过程中 你们觉得最被要求改善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ISO它很重视的 就是对服务业 它是服务业的一个ISO认证 所以它对客人的一个服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我们建坛这边 它对我们提出一个建议是说 针对客人提出的一些意见或问题 我们有没有确实地去做回复或做执行 或者是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动作 连这个很细微的部分 他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把它做好 那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的ISO 对我们活动中心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跟提醒这样子 就是对客人的服务要追踪 然后一定要把它做到满意为止 对 那在这个过程 过去你们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吗 过去是这个观念 但是没有把它制度化 或把它文字化或者是表单化 那ISO一个很重要 不是只有上层的管理者 他知道要让所有的执行者 包括我们基层的服务人员 的观念都要一致 那这个观念一致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要透过很多的努力的一些功夫 去做一个沟通 部门里面的沟通 还有整个团队的沟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行业 或不同的产业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那我问一下协理 就是说假如有其他旅馆连锁业 他们也想要申请ISO 9001的认证的话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其实这个ISO 9001 它是一个把一个作业流程标准化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就是要有个自我学习 组织要能够自我学习 个人要能够自我学习 不断地改善改造 那这样子才是ISO真正的它的意义 那其实很多的 我想很多服务业这方面 我们都很建议 应该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推动 跟一个改革 所以要注意什么 自己内部要先训练好是 对 其实也对 就是自己内部先做好 自己的这个建制 就好像就是要自我了解 自我了解以后 我们能够做多少 我们能够做多好 那我们给客人的承诺 跟我们实现的诺言 要能够落差不要太大 正常这个是服务业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所以刚刚各位观众已经听到 我们这个旧国团不管从建坛也好 热坛也好 或是复兴中心也好 他们都分别都通过了ISO的 9001服务业的认证 那么这个通过认证 大家去那边旅行的时候 可以有完全的放心跟把握 因为他们不敢随便违反 如果违反的话 这个认证就会拿掉 换言之呢他们是照表操客 每个地方的服务品是一定要统一一样 而且要不断的改进 如果有错误的话 还要继续的增强 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客户要投诉 欢迎大家多多投诉 好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我们刚刚呢谈谈很多 就是旧国团是全台湾最大旅设的 旅馆的连锁业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旧国团是13个活动中心 其实都已经通过了ISO9001的认证 不过呢 事实上很多的这个游客们 或者是观众们 可能你对旧国团印象 还停留在过去 专门给这个学生去做毕业旅行的 一个学生住宿级的 我记得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住旧国团嘛 所以感觉到那边是大通铺啊 比较简陋啊 然后比较历史悠久一点 不过据我了解 因为这些年来 我有去旧国团的一些中心住宿 我就发现改变了 那么硬体在改变 那么环境在改变 所以我现在要请教一下 我们先请教一下张总盖的事 我知道这个复兴中心 最近刚刚完成整修 而且听说前副总统吕秀莲 刚刚才去那边住过 来说说看五星级的吗 对我想现在旧国团的 副星级的活动中心 他服务各式各样的团体 不仅是只有学生 我想我们也都有企业的团体来研修 我们也提供家庭度假旅游 所以我们最近才改装三间VIP总统套房 形容一下吧 形容一下 他是面对于我们西口台地 整个什么水库的集水区 整个VIP很好 本身的VIP非常的好 再加上我们那个地方 空气非常的新鲜